再來看到的是瑞士第二繁忙的日內瓦機場 在當地時間二十號下午 突然冒出了黑煙 那當地媒體是指出 起火點是一棟正在施工當中的建築物 近鄰日內瓦機場的外圍 那火災發生當時還一度傳出了爆炸聲響 根據了解發生火災的建築 本來是要用來作為難民 或是尋求庇護者的接待中心 當消防人員趕到現場試圖控制火事 不過現場農煙密布 讓機場的航班大受影響 至於起火的原因 目前還要進一步的調查 我是吳一璇 想要跟我一起看新聞嗎 現在就打開華視的YouTube頻道 按下訂閱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